把片子王 北方全都清晨的消息 陈美鳳露出相间 担任一日影城售票员 这么难能可贵的机会 粉丝老早就排队 还抓紧时间合照留念 亲切的和粉丝寒暄聊天 但陈美鳳怎么会突然现身影城呢 其实是为了宣传新作品 当我跟我的朋友讲说 我会来这个配音的时候 他们确定 陈美鳳献出配音初体验 为功夫熊猫的反派变色龙 担任国语版配音员 其实这首应该有80分吧 那可能我拍戏拍比较多 所以我就马上有一些画面 然后有画面之后我就情绪就出来 瞄准清明廉家党旗 功夫熊猫在儿童节当天上映 而抢在他前一天上映的 也是孩童界的英雄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对决巨大魔兽 惊心动魄的决战舞台 就在日本首都东京 男女主角角爷有也 以及导工姬奈 首都来台会粉丝 现场还出现不少小小粉丝 来参加首度会 男女主角还稍微逛了一下 位在东区的快闪电 并且留下亲笔签名 要让粉丝亲自朝圣 同时把喜欢的周边商品 给带回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想吃瓜吗 想看最新最劲爆的 就到TVBS娱乐头条 YouTube官方频道 快订阅起来 从独家好理哦 我许以AS 打造计权 说明 说明 感谢观看